大家好,今天是2022年1月14日,話說龍蝦公上一回,曾國偉,龍蝦婆的老公,上一回寄信去飛甲傳書 好啊,現在的貨機都停了,不過都還有平游的,我不知道他怎麼記啊,其實我就說,你那些華盛頓日報,保心啦,就這樣把他的封信放在碎紙機上就可以了,又要拆來看,看完之後,雖然出來的時候,下板位的嘛,但是沒有人想看他的封信,但是較早前,大家都知道了,龍蝦公是負責政制及內地事務局, 取代了這個聶德權的位置,而他上回說到的就是,已經不期望,這個外國的媒體,他意指華爾街日報啦,那就可以作出這個公平的報導,他是說呢,已經放棄希望啦,但是似乎啊,第一,啊,他們那些聲大大,就夾惡,但是,完全, 傳,就是我都說啦,你厲害的,過紐約抓人嘛,也不是,自己被那條繩穿著,就在原地那些木道,得閒啦,那些叫什麼啊,殺東西,啊,就將那些便便呢,周圍放,霸地盤,彷彿自己條僵繩的兩米範圍內呢,就是全世界,就沒有乖乎啊,人家又是巨嬰, 他又是巨嬰,但是呢,他是嬰兒的嬰哦,搞這樣的事情,是啊,真是有一本書,啊,介紹這個巨嬰,但是,你猜的就是啊,以往都是他那些,在地的官員,以及國格,啊,我們說人有人格,國有國格,那你整個國都是巨嬰的時候,那都算啦,啊,但是似乎, 今時今日,啊,就有我們的巨嬰化哦,也就是香港所有的官員,啊,都走了去,變成巨嬰化,那原本,你想著龍蝦公啊,收鬼了聲的啦,因為上回他說,已經對外國媒體的公平報導,就已經失去希望了,那你想著去收聲的啦,嘩,原來,就是收聲,不過呢,接力,就是原來啊,啊,他那套戲呢,就過了被這個比卡超,就不好意思,啊,他那篇英文呢, 整篇都不讀得,第一,用的字來講,啊,那沒有,為了表忠的時候呢,這字,當然就是有那麼辣,就得那麼辣的啦,但是在大英帝國的子民眼中,啊,以及啊,很多美國的人民眼裡,喂,這些叫做什麼啊,這些叫bouwer哦,這些叫impolite哦,就是出了那些字,哇,全部都出不了大雅廳堂的,不過有些字都挺有趣,啊,就是基本上呢,什麼traisonist啊,traitor啊, Foreign agent啊,就是怎麼樣啊,在Jims Bond,在上腦啊,這個人,開口埋口,哎呀,有什麼愛國勢力,其實什麼都好,啊,最重要的就是,他來清楚自己那些特區官員的國籍沒有呢,左一個澳洲籍,右一個加拿大籍,先問問譚耀宗的兒子在哪裡讀書,楊潤雄的兒子是什麼國籍,參俄全家人,雖然好像沒有什麼來往啊,啊,今時今日去到哪裡,啊,那還有人酒茶亮珍, 鎮英的一家,我經常都說了,很簡單的而已,他在律師樓那裡,拿一份轉名契,改自己的名字叫做梁振宗,不是梁榮宗啊,那就搞定了啦,我們經常說,活苦,啊,就會懂得罵街,就想不到,啊,今時今日,街市就放了上去,政務司長辦公室,這裡故且啊,就跟大家分享一句仔,不過我講了啦,既然,你是想跟他對嘴的,那你就不要寫D.Edicta了啦,是,你想一下,親愛的編者, 然後下面呢,哇,烈火奶奶上身啦,他的這一句是這樣寫的,If anything was rigged,it was the deliberately distorted image of Hong Kong that has been manipulated from the dark side of one's personal internal bias,又講到什麼?陰暗面啊,dark side啊,還有什麼?Internal bias啊,內在的偏見,保証你就用prejudice啦,更何況,人家那些都不是擺在內在的,都已經整篇文寫了出來, 直接跟你,pick it to your face,都還要講人家是Internal也有的,這些離題啊,如果有得擺張票仔,啊,那麼在箱子裡的時候,這些就叫公平公正公開透明啊,喂,那我認識一個角度,嘩,那個國家領導人呢,就絕對是全世界的典範,沒錯,你沒猜錯,就是肥仔金,人家是100%認售率的,為什麼啊?因為不認售的人呢,都會被處理掉, 不過,這裡呢,我有一樣東西同意這個比卡超的,他就說,上年12月,其實一個月之前,好像講到很遠那樣,那一場五幹十色啊,燦爛吹燦啊,建制派內激烈鬥爭啊,總之他形容呢,就是什麼?公開、公平、誠實,三樣東西啊,我是非常同意的,第一,公開,即是虧他夠膽公開這些東西,正所謂,家醜就不出外傳了嘛,你這樣給人看, 是就是公開啊,所以我是非常同意的,他的而且確是公開,不過呢,你公開成這樣的時候,人家是要你打架的嘛,第二,公平,這點呢,我就某程度上同意啦,為什麼公平啊?因為你看到,逢親是民主的支持者,也就是說他不老禮那些,趁日式公平地被人DQ了,在這方面是公平的,有些人會反駁,不是哦,有譚香文的致遠,不是上法院,都戴假髮的馮檢機哦, 以及潘卓雄,搞錯了啦,人家只不過是隱形建制,好被DQ的,都一定是阿Q,那跟著啊,這個比卡超,是金槍人上身,就是為什麼啊?你記得金槍人,是怎樣說阿琴的嘛,什麼都出齊了,他就說任何一個國家,都不會容許,按朝的間隔,懂走路的多年,以及將國家,賣個好價錢的人,去參與這個政治體制,那第一樣東西,他又將那些呢, 持有雙重國籍的那一批,那就DQ了他先啦,就不能把口,此其一者,其二者,搞錯了啦,是可以進入這個政治體制的,不過之後呢,人家國家是有法律,有證據,而且不是以言就入罪,不過又這樣說哦,如果以他那一套話頭,那應該即時將這個拜拜啦,佩婆啦,以及那些工黨各樣那些,就全部清一式DQ了,喂,這樣都不錯哦,可惜就是啊,啊, 啊,為什麼人家沒有這樣做到啊,那就要說回他剛才說的東西啦,就這麼公開,這麼誠實,啊,就只不過公開這樣說給人聽,啊,原來不懂的啊,這班人,又誠實地說給人聽,原來他想怎樣就怎樣,那不如不要說他啦,啊,就說回,喂,不過又要說回龍蝦公先,我以為呢,他已經不期望,外國媒體可以公平報導各樣,他是指以後自己不出聲的啦,喂,交了盼給他,個好朋友,那怎麼行的啊, 其實你應該清一聲不出聲才是的嘛,又不行哦,班人忍不住把嘴,那當然啦,拿睡的嘛,Anyway,我們來看一下經濟學人,到底寫了些什麼,啊,令到這個比卡超,就暴跳如雷,那個標題是這樣寫的,Hong Kong's new legislature is a mockery of democracy,他用到mockery這個字,啊,就即是mockery這個字呢,那大家猜一下啦,上文下理,都不用給上文下理你啦,就這樣你應該猜中,mockery of democracy, 民主的什麼什麼,填充遊戲,第一,是嘲笑,第二,是蔑視,第三,是滑溪的模仿,第四,是一場滑溪戲,名詞,即是其實,共產教授袁國勇說的一番說話,啊,就最好來形容的啦,帶一個罩不夠,帶兩個,你帶BROA啊,現在,左邊一個,右邊一個啊,他沒有說搭著帶啊,他說帶兩個而已嘛,還是上面一個,下面一個啊,即是DQ議員都還沒夠,啊,還要說, 酸誓,酸誓都還沒夠啊,還要找些友仔回來,啊,即是譚香文,迪志遠,迪迪仔,阿修韻基,還有潘卓虹,那你說他帶了多少個罩啦,那剛才說了,1234那麼多個意思,答案,當然就是,根據上文下理,只有第四個是最適合的,嘩,這場神功戲好看啊,這場,那今回就經濟學人而已,如果每本雜誌講一次,他是每本雜誌都回應一次,嘩,這樣就好看啊, 這場戲,而在經濟學人的supheading那裡呢,啊,也都寫著,Is media losing any independence?那當然啦,媒體已經喪失那個獨立性,就是包括你每天早上都聽到的港台,如果大家曾經看過Alien這一套戲,啊,你又知道了,這種這樣的, 的奪寫,啊,的行為,啊,攝魂奪拍之後,真的是的啊,啊,會開始講他們那些語言的啊,所以今時今日呢,你發覺香港的新聞,擺小見小,屯門那邊的人啊,排了大隊啊,你都只是找到一兩單這些報道,如果不是,啊,他就找文匯大公招呼一下你的了嘛,就是包括,走去側埋這個明報,Anyway,要形容如今香港的狀況啊,啊,我覺得,想中人,就最恰切不過,呢,他是誰啊,他就是活化石頭, 新紀蘭,啊,不過我不可以叫活化石,啊,因為之前已經語化聲先了啦,他最出名的,啊,當然就是這個舉手機器啦,簡稱老舉,劉少奇上台,他同意,劉少奇落台,他同意,鄧小平下江,他同意,鄧小平上台,他同意,問他一身人的成就,他誠實答你,真是很誠實的,我一次不同意都沒試過,現後,目前呢,比卡超做的是什麼呢?我引用,其中一篇 文章的那個標題啊,啊,大家就知道啦,不是讚他美女,不過都差不多的啦,你讚不下他美女的時候,就當然是讚其他東西的啦,那以下聲音打架,他是正聽級別,不要工資,不轉戶口,也都不要轉車,一身服務人民,鄭紀蘭,是非常想念人民,每次有時間,他就下鄉工作,國家發給他的很多補貼,他都捐了給很多貧困的人,嘩,聽完, 搭時間,無管動之餘啊,啊,是不是,想起,人人為我,我為人人,魅障老百姓,擺在第一位,的那堆卡拉,千餘萬名字,作文高手來的嘛,不過都是跟回食神那句,還是零分,原因,大哥啊,你明明都是寫信去,跟別人對鬧的啦,那就不要寫親愛的編者了嘛,就是這樣,好,今天講到這裡,